第126集 小子一宁 想了想又改变主意道 此子没那么好对付 单凭你一人拿不下 那叛徒乌相明 说不定也会保护此人 这样吧 乌勇无成 你们两人准备一下 先把那乌相明带来 此事乌相明应该知道几分 等确定了一切 再拿下那小子不值 就在这时 乌新兰开口道 爸 这样不太好吧 乌相明和叶晨 已经和我们乌家 没有任何关系了 这样强行对付两人 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乌启元 眸子射向了乌新兰 认真道 新兰 你还小 有些东西还不清楚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社会是险恶的 如果两个不相干之人的死 能够挽救乌家 亦或者让乌家更强 这个选择不需要任何考虑 可是爸 乌相明曾经是乌家的人 也为我们乌家立过汉马功劳 乌新兰道 乌启元一挥衣袖 有些怒涩 你都说了是曾经 现在乌相明是别人的狗 杀了又如何 他的命在我眼里 一文不值 乌成乌勇 还不快去 是 家主 乌新兰看着两人远去的身影 长叹一声 不知道这一步棋 乌家到底有没有走对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是有种不祥的预感 听兰小区 三状 乌相明已经在屋子里待了好几天了 就连吃饭也是点外卖 没有出过一趟门 他浮现了丹药 不断按照叶辰给他的神言诀修炼 起初 发现这功法很是复杂 和乌家的功法截然不同 甚至可以说 和市面上所有的功法都不一样 但是当他修炼到最后 却发现力量暴涨三倍不止 他确定这是宝贝中的宝贝 再加上叶辰的丹药 他感觉自己面前是一条康庄大道 此刻的他盘腿而坐 周身有着一道淡淡的气流 虽然很弱 但是却贯穿全身 突然他发现了什么 猛的睁开眼眸 砰 大门直接被踢开 两个男人直接出现在了 乌相明的面前 正是乌成和乌勇 乌相明站起身 毛子泛着一丝冷意 呵斥道 我和乌家已经没有半点联系 你们闯入我家是做什么 乌成笑了笑 看了一眼乌相明道 哟 这不是那小子养的狗吗 这么用功 这个点了还在修炼 离开乌家 你倒是奋发图强了吗 突然 一只没有说话的乌勇 注意到了什么 原地化为残影 五指张开 手里已经出现了几枚丹药 正是叶尘给乌相明的 乌勇的视线落在丹药之上 眼眸变得火热 随后直直地盯着乌相明道 这些丹药 你从何处所得 他发现 这些丹药不光药香浓郁 单纹显示的时间 也是炼制不久 这乌相明身上 必然有天大的机缘 乌相明心里咯噔一下 怒火燃烧 一步跨出 猛地去抢丹药 这是叶先生给他的 绝对不能被外人得到 乌勇看着急速涌来的乌相明 冷笑一声 在乌家 我的实力就远胜你 你有什么资格 敢抢我手上的东西 滚 乌勇一拳轰了出去 乌相明也顾不得什么 他根本不是乌勇的对手 只能下意识运转 神言诀 一丝真气凝聚在拳头之上 一股强大的力量爆发 地面更是裂开了一条缝隙 两人都退后了五步 乌相明脸色一洗 惊骇地看着自己的拳头 叶先生没有骗他 这神言诀 简直就是神物啊 而乌勇和乌成 则瞪大了眼睛 宛若雕塑 傻傻地愣在原地 短短几天 乌相明竟然这么强了 乌勇最先反应过来 看向一旁的乌成道 乌相明身上 绝对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乌成 一起动手 拿下这个叛徒 好 乌成眼眸也是火热 下一秒 两道身影直接冲了出去 乌相明脸色不对劲 只能硬着头皮上 顿时 全影漫天 乌子的家具全部被毁坏 乌相明虽然修为大长 但是面对的 却是两位乌家高手 他渐渐败下阵来 乌成 一掌拍在了乌相明的胸口之上 后者的身躯 直接砸穿了一面墙壁 乌相明刚想爬起来 乌成的一双大脚 已经踩在了乌相明的身上 乌相明吐出一口鲜血 脸色惨白到极致 说 这些东西是谁给你的 乌勇冷声道 呸 乌相明吐出了一口血水 溅染在两人的脸上 丝毫不屈 乌成早就看不惯 乌相明了 直接一拳砸在了后者的脸上 乌相明整张脸旁几乎变形 你不是愿意做那小子的狗吗 你倒是让那小子来救你啊 妈的 快说 这些丹药来自哪里 还有 那叶尘小畜生 现在在哪 乌相明再次吐出了一口血水 冰冷的毛子盯着乌成 一字一句道 叶先生 不可辱 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辱 得罪叶先生 就要准备好承受叶先生的焚天之怒 吴家必然毁灭 乌成又是一脚踩在了乌相明的身上 笑道 还他妈焚天之怒 我不妨告诉你 那个叶尘自己都自身难保了 能不能活过明天都是个未知数 别废话 快回答我们的问题 乌相明撇过头去 强忍住身上的疼痛 眉头都不皱一下 让他出卖叶尘 绝对不可能 他妈的 装傲骨 我他妈让你傲 乌成猛的一脚踢出 近期阵阵 直接砸在了乌相明的腰脊 咔嚓一声 骨头直接断了 随后 乌成又一脚踩在了乌相明的脸上 冷声道 我断了你身上最重要的骨头 你这辈子 就他妈是废人一个 我倒是想看看 你口口声声的叶先生 肯不肯救你这条废狗 带走 乌相明直接被两人无情地拖走了 但是他们全然不知道 乌相明刚才强忍住身上的疼痛 颤抖着手指 在地上留下了一个污渍 这个污渍冰冷 犯着无尽的死意 第二天 江南省明粹别墅区 叶臣睁开眼眸 吐出了一口浊气 一夜的修炼 让他的修为增进不少 虽然距离气动镜第四层 还有些距离 但是有轮回目的的逆天灵气 再加上丹药 速度显然会快上不少 甚至远超在昆仑须的修炼速度 叶臣起床之后 发现孙姨和夏若雪早就离开了 应该是处理江南省天政集团的事务 昨天晚上两人达成共识 因为孙姨第一次来江南省 夏若雪便带着处理一些商业上的事情 叶臣吃完孙姨准备好的早饭 打了个电话给英晴 问了一下钟伟山的事情 英晴直接派一些技术员和钟伟山接触 模拟出那个男人的仿真画面 叶臣对英晴的办事还是比较放心的 随后叶臣想到了什么 打了个电话给叶灵天 问了问叶灵天修炼的进度如何 电话里的叶灵天一脸激动 那三本功法和5G 仿佛让他发现了新大陆 虽然要抛弃以前的所有修炼体系 但是他惊骇的发现 不管力量和速度都得到了质的提升 叶灵天让叶臣这几天注意一些 不到万不得已 最好不要出门 挂断了叶灵天的电话 叶臣又打给了乌相明 想要问一问修炼神言诀的进度如何 但是却发现一连打了三个电话 都显示关机状态 叶臣皱了皱眉头 他让乌相明在明粹别墅区租个房子 一边修炼一边待命 照理来说 对方的电话应该24小时开机 并且手机放在身边才对 眼下怎么不接他的电话呢 叶臣也没有多想 估计对方正处在修炼突破状态 又过了两个小时 叶臣又打给了乌相明一次 依然关机 叶臣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他紧闭眼眸 石海之中悬浮着两滴特殊的精血 这精血分别是马尾奇和乌相明 而乌相明的那滴精血弱化了几分 很显然出事了 叶臣脸色微变 拿上一件外套就向着听兰小区而去 两地距离很近 叶臣步行一分钟就到了 电梯门打开的刹那 叶臣便感觉到了不对劲 听兰小区是一梯一户 所以电梯打开 正对着的就是乌相明的住所 此刻乌相明的那扇大门已经被轰开 里面一片狼藉 叶臣走了进去 毛子极其凝重 墙体断裂 桌子碎裂 地面也有一条细裂缝 地面之上无数血字 触目惊心 很显然这里爆发过一场战斗 而且气息不弱 乌相明应该被人打伤带走了 关键这个时间点 谁要带走乌相明呢 叶臣让叶灵天一直留意秦家 秦家目前来说还在昆仑山 没有回江南省的迹象 南秦山庄也不可能有人会对付乌相明 突然叶臣毛子一缩 他蹲了下来 地面上有着一个带血的乌字 字体虽然歪歪扭扭 但是叶臣能确定 这是乌相明留下的 而且是在无比绝望和痛苦的时候 留下的 乌家 叶臣毛子 反着一抹冷意 清闻